上礼拜我们是谈超越死亡的恐惧 那下课之后呢 有同学问到几个问题 那我想我们把那些问题 那个回答 然后就引到我们的主题 因为它都是相关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在禅修的时候 好像一静下来观呼吸啦 然后就会觉得没有精神 就会想睡觉 其实这个状态呢 不是法门的问题 是我们自己身体的精气神不足 所以你要 因为禅修它基本上是 要让心静下来 心静下来的时候又能够有力 因为就是这样 那我们一般人是 心一放松下来的时候 就会怎么样 想睡觉了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心苦疼嘛 心苦疼 所以你心一个放松下来 你就会看到 它是这个样子 那所以如果说 想要说在禅修上面 让自己能够提升有进步的话 就必须要非常自觉的去运用自己的这股精气神 什么意思呢 就变成说你要节省这股生命的能量 所以佛陀说 修行人他有一个身心上面有一个要点 就是让自己的身体呢 保持有力 但是没有事 有力 无事 因为你身心有力 没有事情 你的心收射 安静 对不对 安静下来的时候 你身苦有力 但所以你就不会昏沉 不会睡觉 那这个时候呢 你很容易 虽然在身心放松的状态 心细在一个所缘的时候呢 你不会打顿 不会昏沉 所以有一些同学会有这样的问题 我听说他禅修就会想睡觉 是这个问题 不是法门的问题 你身体累了 没努力 就是没努力 你硬要去惊他 有没有 其实不太有用 你变成那就都一直在那边跟昏沉盖对抗 那不如怎么样 睡觉 对了 不如好好睡觉 然后呢 比如说那你像我们说 如果说半禅修 假设 你刚开始可以前面三天 尽量呢 就让参加的人呢 尽量睡觉 累的人就睡觉 累的人就睡觉 那让他自然有精神起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就很容易 他就坐着疼 是这个原因 所以是因为精气神不足 所以当心一放松下来的时候呢 身体就想睡觉了 是这个样子 不是法门的问题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 像我们常常 有时候会 第二个问题是 我们在梦中会往往 不只是不知道自己做什么梦 而且常常在梦中会很混乱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像我们一般常识上面会知道说 日有所思就夜有所梦 所以你平常是你习的时候 白天的时候 如果对于自己的身口异性的这种正念觉察力 没有很足够 那碰到事情的时候 比如说常常我们对某件事情是不喜欢的 排斥的 有没有 那我们就把它压抑下去 对抗它 但是对抗它 你不是超越了它了 那常常就变成怎么样 晚上呢 它就变成用一种梦的影像 它就会跑出来 那我们常常不是只有一件事情 在这辈子的生命的累积的过程当中 已经又压抑了很多杂七杂八 自己认为没有完成的事情 或者想要做的事情 没有去做 那常常这些就会交织成 我们在梦里头的很多的影像 也就在那边 那个跑来跑去这个样子 所以这是根本的原因 那你看 你如果要能够在日常的这种生活上面 保持这种比较强而有力的这种觉察力 你知道怎么 健气神爱爸 看到没有 你的精气神就要足 那你精气神足 那你我们又是一般的在家人的这种生活 所以就变成怎么样呢 就有个要点 我们需要相当的事情的时候 有没有 我们是全心 但是怎么样呢 是比较不费力的 不是真的 真坚定的 有没有 我们尽心 但不是一种很强力的那种 那种那种紧张的那种状态 去做它全然的 全然的去做它 但是呢 做完就好了 尽心了就好了 不用在这个事后呢 再有很多的那个 起起伏伏的那种放不下 这是一个要点 对不对 那第二点是 有些事情我们该做 不得不做 所以在做的时候呢 全心的做 但是是不用力的 专心而不用力 所以就变成 没有那些不必要耗损的能量 该指挥伏 那我们就很坦然的去做它 但是呢 我们不会去 不会去产生那种 没有必要的对抗 那你看那你的心灵的能力 那个心量 心能 心的能量 它就不必产 就不会产生过多的那种 不必要的那种散耗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件事情 该做的时候 该做的事情呢 我们全然而松坦的去做它 做完之后呢 我们随时都能够放下来 这是该承担的事情的时候的心态 对不对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没有必要做的事情 就不要做了 不用怕的急就不用怕 你知道吗 因为你等于说 不是真正你需要去做的事情 你去做它 它通常会怎么样呢 你是在一个比较分心的状态 没有那么全然的状态 那你在做它呢 其实也不一定会做得好 那这样子就是 你不是一种很全然的 投入的那种行动 或者那种事情上面呢 其实通常就是容易带来 那种能量的散耗 所以呢 不一定做得好 再做的是 变成说 多做多疼 那所以就不做 该做的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全然而松坦的 去承担它 不需要我们去做的事情 我们就不做 这是事情上面 第二个是 该说的话我们说 没有必要的话 我们就不说 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修学佛陀讲的那个正语 就是说 它说的里面是都有内容的 对自己 对白人 对事情 都会好 的那种 会议 我们去说 不然 没有必要 会障碍到白人 障碍到自己 那我们就不用说了 那你看 修学正语的时候 又可以让我们怎么样呢 对于自己的 语行的冲动 保持这种正念 它不是只有这样而已 你看 它会减少很多能量的散耗 那又会增加我们 以后变成说 增加我们在说话的时候 那种人家对我们的语言 本身的那种可信度 那才说 我们的讲话 一定是有内容的 是实在的 所以我们的讲话的时候 白人就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注意 天爱比较重心 这是一个 等于说 在人间上面 因为我们不得不去做事情 所以该做的事情 我们做 而且是全然而松坦的做 不需要我们去做的事情 我们就不需要去做 该说的话 我们就说 那说话的时候 都能够尽量保持在 正知正念的状态 学习说正语 那你看 那这样就会发生一件事情 变成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能量的散耗就会减少了 然后对于自己身口异形的 这种品质的觉察力 你看它就会提高 有没有 好 那你看 那这样的状况 你平常白天的时候 你做事情容易承担就承担 放下就放下 那所以呢 晚上你就很好睡觉 你没那种 你就没那种 变成说 白天呢 是我把它压抑住的 我选择的 有没有 一串艰苦的事情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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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大心来这样 那晚上呢 他跑出来在梦中里头 那边坐拐 知道吗 好 那再来 那因为白天 你本身的正知正念 强 然后你能量的散耗少 那所以怎么样呢 你就容易 有会增加出那个时间 怎么样 让自己呢 保持身心在一个松弹 而具有觉察力的这种状态 比如说我们有同学 他修动中禅的 对不对 那一天就可以给自己 20分钟到40分钟 修一下动中禅 有没有 那有修观呼吸的呢 就 那20分钟到40分 身体可以增加 让自己呢 进入在这种 寂静的观呼吸的 这种状态 那训练成什么 你看 心呢 他又很容易 能够收射起来 好 那所以呢 就变成怎么样呢 好 那现在要讲到 睡梦的问题了 那因为我们白天的时候 正知正念强 所以你怎么样呢 你在临睡的时候怎么样 身心都松弹下来 那 如果是 原本原始佛法的教法就是 那你在睡 你睡觉 睡觉的时候呢 那一样怎么样 松弹的注意力 放在你的呼吸上面 吸气的时候 觉知吸气 吐气的时候 觉知吐气 带着这样的觉知 进入睡眠 那你如果能够长时期这样练习 但是我先要提醒的就是说 有的人刚开始这样练习的时候 他变成 爱穿一项一项 他顶着睡不着 因为心肿变成白条 就这样 但是我们要提醒的就是说 你睡前本来就有呼吸 现在不是差在哪里呢 注意一个 看住 看住那个呼吸而已 吸气知道吸气 吐气知道吐气 那还有一个小小的眉角就是说 那你如果要让自己更快速的进入睡眠 是怎么样呢 稍微气呼出去的时候呢 呼出去多一点 放得松 呼出去多一点 吸进来少一点 那自然呢 就会比较比平常更容易 就是进入那个睡眠 好 那这要干什么呢 慢慢透过这个过程到最后呢 训练到说 怎么睡去的时候会有一个点 有一个点 那么进入那个无意识状态的时候 会有一个点 一种好像滑进去这样 你就睡去 能够训练到这样 觉知到怎么睡去 那是最好的 是这个样子 那再来 这就是白天工作的 跟用心的状况 跟到睡前了 对不对 好 那你如果常常 一种很 比较具足全面性的政治正念 在过生活 包括到睡前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怎么样呢 慢慢呢 你对你进入熟睡的时候 你不知道做梦 熟睡没有梦 那开始进入梦的时候 你慢慢你就会知道 有梦在发生 才有办法知道说 有梦在发生 怎样忙 怎样忙 那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 比如说 你如果有那个决意 比如说像平常 白天的时候 能够政治正念 在日常生活上面 然后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让自己的起心动念 不容易抛向 转向那种 那些贪生吃的 那些不好的那种行为 跟起心动念 对不对 白天这样 那这样 这是一种内在的决意 对吧 你来面的决意 所以呢 你在睡前的时候 包括在等于说 走到睡前的时候呢 你都有这样的心 他就变成 怎样呢 你 总是说你在在面望的时候 然后你变成 你有那些不恰当的 身口疫情要起来的时候 你 你的梦中的人 会觉知到那个东西 那实际上是你 睡着的人 觉知的 但是他会变成你 梦中的人 他自己会觉知到 梦中的那个梦中生呢 产生了不恰当的起心动念 所以他会变成怎么样呢 他会像他白天一样 他在梦中会转念 这叫梦中修行 知道这个意思吗 所以这其实 这不是一种 什么特别神秘的事情 它就是一种心灵的 正知正念的力量的持续 跟决意的一种持续 他就自然能够带到梦中 那所以呢 就变成 你甚至变成 可以去转换自己的梦境 在梦中转换自己的梦境 因为他会转换 可以转换自己的信念 就变成可以转换自己的梦境 是这个样子 这是很重要的 那个 那个一种 那个修行 因为这跟我们 那个上礼拜谈到的 因为还有个同学 就是有问到说 那有关中阴的问题 那中阴的问题 跟这个梦中的修法就有关系 是这样 那我们这个我们 那就直接再谈过来 那我们上礼拜有跟大家谈到 你看像我们一般人 就是在死亡的时候 我们上礼拜有谈到四种类型 对不对 一种是绝大多数的一般人 他就随着他日常的这种善恶业 然后在临终前的时候 业相出现 随着那个业相去转世 就有这随业转世 由业力推动的转世 对不对 那另外一种是我们说 你已经比如说像我们 有在修学 那随时能够对自己的身口 意行保持这种政治正念 所以临终的时候 能够有这种正念觉察力 所以那是靠什么呢 念力在转世 正念的力量在转世 也就是说 他不是像一般人 对于自己临终的那个夜行 毫无掌握能力的 还有这随夜流转 对吧 那你如果能够平常就能够训练起 对自己的起心动念的观察 掌握跟转向的能力 你临终的时候 带上这股力道的时候 就叫做正念 用正念 用念力来转世 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吗 这是第二种 一个是业力 一个是念力 那另外在佛陀还没有出世之前 就有那种东西 叫做随着定力而转世 所以像一些森林婆罗门 你看他们修世禅八定 临终的时候入那个禅定 然后借由那个定力 去转世到禅天界 那是定力转世 那么说第四种是怎么样呢 透过像我们这样 日常持戒 修学正业 然后在生活上面 随时去体证到这个四圣地的 就是有这种 在佛法里头讲的四双八倍 修行人的这种正量 就说 他在不及时 有他的那种善业的力量了 对不对 有他的正念的觉察力 而且他心灵上面 已经有他的正量了 所以他会怎么样 第四种 随着他的正量去转世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通常在佛陀的教法里头 比如说 他大概是 你如果是一个平常 已经建立事不坏尽性的人 对佛法生界 都有这种亲近不坏的 这种力道的 那他通常就直接会转世在人 人天的这种境界 纵使在中阴境界 也是属于人天的这种品质 那你如果说 正出国 正恶国 正三国 正四国 那四国就直接超越 那如果三国就转去禁忌天 那如果恶国或者出国 都大概在人天界 还会再做一些流转 这样 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吗 好 想一下 第一个是 一般众生 他因为没有修学 所以容易怎么样 随着自己的善恶业而流转 这个叫随业力而流转 随业力转世 第二个是 懂得临终的这种 守护自己的心念 有没有 以命力来转世 第三种是传统的 用定力来转世 第四种是怎么样 靠心灵上面的成就 用正量去转世 是自然而然的正量转世 那因为有同学有提到说 那在大圣佛法里头 有所谓的流霍润身 流霍润身其实是 那个后来 晚期宗教的这种说法 在原始佛法里头 没有这个名词 因为佛陀在世的时候 他都要怎么样呢 他就是想尽办法 让我们一辈子就解脱 哪有可能还有你老下 一个什么疑险 就再来 叫做我们说滋润众生 有没有 那这在晚期佛教里头 变成他们叫做 所谓的菩萨大 想说叫做流霍润身 但是想一下 什么霍 什么样的霍 大乙小霍 还是大霍小乙 什么样的霍 那我们通常是这样 生命之所以会有 那个转世的那个趋力 它来自于哪里呢 就是来自于内运者的 那股无敏的力量 自我意识 那如果说 没有这个自我意识 它就超越 那你有这个自我意识 其实它怎么样呢 它就会随着你这个自我意识 跟夜行的趋力 有没有 它就会转世了 所以这边要讲清楚 这不是你买到外 你只要有疑惑在的时候 而不是在一个 具有四双八倍的 就不到阿罗汉 不是属于这种出国 恶国 三国的 这种正量的时候呢 你只要有自我意识在 有我慢在 你一定会转世 不是说我要故意留个无名 你没有办法故意留 它就在那 所以这个所谓的流霍润身 这个是很需要再思考的 但是 在我们这个世间里头 有一种叫做什么 我讲的比较 就是可能比较接近实相 那是什么 开始才变成 有些人 比如说像可能我们 那个三末第一 很多的同仁 可能他对人世间 有他那种关怀 有没有 然后他想要再来 人间世里头做人 有没有 然后那个去 再去关怀众生 那个叫什么呢 愿力 用愿力转世 我们这样讲 比较实在 想说 比如说 应该这样讲 我们把它讲的 比较实在一点 就是说 我对于再来转世当人 蛮有兴趣的 对 然后不只是当人 有兴趣 而且他超越了 一般人的个人 就是只有个人的厉害 他想要转世过来 我还能够多对众生 做一种服务 所以叫做 随愿力而转世 对不对 所以有第五种 随愿力而转世 那我们要谈这个问题 你看 你如果临终的时候 你这个愿力 你平常没有修学的基础 这变空的 比如说 我们假如说一个人 他平常那个散乱惯的 没有持戒 也没有在修学善业 也没有说 好好的去行布施大 那他 他临终的管理 要怎么出来 感知那些 他会只有在前面 他变成随着他临终的业相转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说想要 想要在下一次的人生里头 有那样的 有那个善愿 想要在下一次的人生里头 能够去服务众生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下一次还要能够得人天的这种福报 对不对 是这样 那甚至说有的是 那我已经有一定的那个正量 那我下一次呢 还要再到这个人界来服务众生 那所以你看到这里头又怎么样 要有条件的 你要靠你的愿力去转世 要有条件的 不是随便讲一讲的 那我们来这边谈什么条件 你看到没有 所以他平常你看一个人 如果要随着他的善业去转的时候 他平常就要怎么样 他要持戒 对 要走在十善业上面 要乐于去布施 然后特别是像这种 想要有愿力转世的 最好要怎么样呢 你要能够很自觉性的 在活着的时候 开发自己的念力 正念的这种力量 为什么会这样 你看到 纵使说在晚期佛教里头 大概都有听过嘛 你看都有所谓的隔音之谜 人 你住胎前会遗忘 住胎的时候遗忘 都不记得 入胎的时候又遗忘 出胎的时候又遗忘 所以 所谓的在晚期佛教里 他们说 那个纵使还没有到八地以上的菩萨 都会有隔音之谜 专世时本来丁世人 有没有 丁世人想要做 都不记得了的意思 就是这样 好 那再来 你有试试知道 好 那什么叫 流霍润身 知道吗 好 那你怎么样 那我们说好 那怎么样能够真正 以愿力来转世 有没有 这是我们的问题 所以要怎么样呢 就是我下辈子 想要继续有这种 人天福报 对 然后来福利中生 所以要怎么样 就是佛陀讲的这里头的东西 你也有那个戒身 就是我们平常 至少我们在家人 持守五戒 然后走在这种十善业上面 然后乐于去帮助别人 其他众生离苦得乐 就像目前我们三摩地的同仁 这样在做 这是基本的 但是这样要能够保证说 你的业力 要到能够变成你的愿力 有没有 还有你在临终的时候 正念的力道强 意念自己的这种善行 再加上你的念力 对不对 这样你才有办法 那转出去的时候 在中阴境界的时候 你能够有一个 比较好的中阴状态 那如果在中阴境界 是属于善业的 这种中阴状态的时候 通常你要在住胎的时候 继续保持在这样的一种 善心善念的状态 就容易有那个 比较相应的那个父母缘 所以你就容易 在下一次再转到一个 不错的这种 那种 比如说世间的环境 那可以继续你的善愿 它这个样子 这样可以清楚吗 好 那我现在把它总结 所以如果说 想要说 我们呢 那个 现在就是不管说 我们 这辈子只是一个 凡夫的状态 或者说 已经呢 有一定的那个 那个修行上面的成就 那有那样的一个愿力 再来这个人间服务众生 有没有 那它有个基础 那个基础就叫做五分法身 就是要我们要有这种 亲近的这种借力 借 借的这种力量 要有这种定力 然后要有汇力 汇力 就刚讲我们说 用正量来转世 其实就用智慧的力量在转世 有汇力做基础 然后再加上什么呢 最好能够怎么样呢 为了避免 那个隔音之谜 谜太久 最好已经能够体验到 就是你有那种 那个正法的这种经验 就有开悟的经验 有这种解脱的经验 叫做解脱 然后能够呢 有少分的这种 知道解脱的这种状态 叫做解脱之间 他们说 最好是一个如何呢 你这世人就已经 已经达到开悟的状态了 那你在这种开悟的状态呢 临终的时候呢 发动你的那种 内在的那个愿力 这样转出去 纵使说 等于说我们是脱离了 这个义根 那个行音出去的时候 你直接变成一个 会直接转成一个 比较清静的那种气身 就是天人身 那在天人身呢 比如说 他一定的父母源 就是一定的姻缘底下 父母源升起的时候 因为你有这种 戒定会的那个力量 所以你去选择胎门 入胎门呢 会比一般没有这种 五分法身 没有戒定会 力量的那个众生呢 还有力 这样能够了解 比如说 像这就谈这个 比如说 人在中阴的状态 就有一点像说 你在面望的时候 你看你如果没有那个定力 没有那个念力 你会随梦境转而已 但是一样在那种梦中生的状态 中一生的那个状态 一个有定力 有觉察力的人 他不会随着当时候的境界转 所以等他有适当的胎门的时候 他就能够选择胎门 这就是转世的秘密 这就是自觉性的转世的秘密 就是我们刚刚讲 你看你如果一般人 他只是随着散热液流转 活着的时候 在日常的生活境界 信念都靶止不住了 对不对 对吧 睡觉的时候 更是这样 你如果他在打瓶的时候 像我们今天说 你打瓶的时候 又没法度去调伏自己的这种 对于身体的病痛的这种心情 那你看他在生病的时候就很乱 那好 那生病的时候很乱 临终的时候 那还更晚 那还更晚 然后他又很留恋人间事 然后对死亡又充满恐惧 有没有 那这样的状况 他临终的时候 可能是在一个很乱的心情 那在这种很乱的心情 这样的一个夜市品质 脱离他的 他这个时候的义根 出去的时候 变成一个中阴的时候 他也是乱的 他的心情也是乱 他比我还乱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还在心 我们的那个 就是说心意识 他铸着在这个义根上面 所以众师公 他打瓶乱乱 我们一个人 坐在这边还是在这边 相对来讲 他被这个射身 他被这个射 他铸着在这个射身上面 他比较稳定 那你看在梦中 有没有办法这样 那你敢想吗 这个是很具体的 你看你在梦中 你一动念的时候 梦境就变 梦中动念梦境就变 中阴就类似这样 所以你如果平常 等于说我们平常 没有这种 对于自己意念的 觉察 转念的 觉察力跟转念的 这种定力 有没有 其实要在中阴的境界里头 自觉性的转世 不是很容易 这样跟佛陀了解 就像在梦中 那所以要怎么样 所以佛陀一直讲 要有善业 不管怎么样 都要有善业做基础 你有善业做基础 就好像激励问题一样 那我纵使我没有 没有办法去转 转动我的那个 但是随着那个夜行 相感的那个境界 那就容易在一个 好的人天的那种 境界跟父母约 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吗 所以呢 有所谓的 用愿力来转世 这件事情没有错 但是呢 它不应该是变成像 那个 那个 晚期佛教里头 讲的那个流霍润身 因为那里头的 解释的空间太大了 但是呢 好 那你要有这种 愿力来转世 我们要去探讨 非常理性的来探讨 它背后要有 这样的基础 要有五分法身的基础 这样是最好的 是最保险的 这样清楚吗 好 那所以呢 在 在中阴境界的时候 就变成 我们不只临终的时候 能够靠自己的这种 以善业做基础 然后有这种 镇定的力量 然后有这种智慧 对 然后再加上这种 强大的愿力 然后在中阴的境界 我们就不容易迷 较买买 就像说我们刚刚讲说 你如果慢慢去练习 白天的时候正念强 慢慢呢 这种正念呢 带到睡前的最后一刻 然后慢慢会变成 你会在梦中也有正念 那你就会 比较容易 今天体验到说 我在讲的是什么 中阴就类似你的梦中生 所以你如果在梦中生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去掌握它的话 在中阴境界要掌握它就困难 那困难没有关系 那怎么办呢 依善业做基础 所以佛陀说 我们如果说 这一辈子 想要过得好 那不是很困难 像我们的同仁这个样子 你看我们只要怎么样 努力工作 精勤的工作 有专业 对 有自己的一技之长 有专业 然后努力工作 然后懂得怎么样 坦然的情点会平衡 那日子就过得 大概不是问题 那但是还要再加上一个 要有善知识 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碰到一些疑惑 不管是在我们专业上面 或心灵上面的 有善知识 所以就可以把我们的 讲说我们的经济生活 没有问题 对 然后心灵生活 也可以照顾得蛮不错的 这样呢 现世安乐 就没有问题了 对不对 但是佛陀说 那你如果还要在后世安乐 你要怎么办呢 不只是这一辈子 有没有 你连下一辈子都要这样 那你要怎么样 你要慈戒 要布施 要文施正法 你看他就在修这个戒身了 有没有 文施就在修慧身了 第一位来着 那你有这种文施之后 你看像我举个例子 佛陀时代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大的 我们说那个大副法 叫给孤独长者 他几乎把他所有的家当 都在供养生众 都在供养生团 那佛陀告诉他 你不要 他说你这样供养 已经都很 因为他自己又持戒 然后又做这么强 这么广大的这种布施 他说你不只是这个样子 你有这样的福报 当然很好 但他跟给孤独长者讲说 但是你不要只是停留在享受 你这个人天的福报 他叫他怎么样 你要禅修 他叫给孤独长者 在这个 慈戒布施的善业的基础上面 要进一步禅修 禅修就是训练正念的力量 因为你如果只有 慈戒 布施 这种人天福报 对不对 但是人天福报 他还是会转 向前就没有 这就什么 像说 我们进行存款 存存的 你拿来开 开了就没有 你才再贪 有当时好文贪 有当时拍文贪 没有 你就又不一定转 一直都转在善业上面 不一定有善业去支持 所以你就可能多入三二道 所以变成说要积极性的 有没有 不只是说要有这种 慈戒布施的善业做基础 还要怎么样 培育智慧跟定力 就是这个原因 那回来 那所以你看 那所以等于说 你有这种布施 跟这种 慈戒的善业做基础 的时候 还要再怎么样 培养这种心的稳定度 那这在干什么呢 临终的时候很好用 生病的时候很好用 那看到吗 我们一般人 像我们今天要谈这 你看生病的时候 你如果平常 没有对于生命的现象 做了一种 穿透性的了解之后 然后能够身心分离 就像佛陀讲的说 身苦心不苦的话 那我们身体在生病的时候 心就会一直被 那个身体的病痛 跟不舒服给拉进去 心就变成无力 无力之后 我们的失省就会起来 这有很多美感 比如说 我们心无力的时候 日常的这种 习惯性的反应 那种情绪 它就容易跑出来 习惯性的力量 增强 你心的力量会变弱 知道这个意思吗 有同学都在笑 确实是这样 所以生病的时候 就要变成什么样 你反而在生病的时候 要很刻意的 很自觉的 去觉察到自己的起心动力 守护自己的心 避免让自己的心 因为身体的病痛 而耗损了这一股心灵力 然后你心灵力耗损的时候 其实我们说的磨 有没有 业障的磨 就是我们习气的磨 那个 夜洗它就盖上来 那你盖上来的时候 你看你的心又更没力 那身体没力了 心没力了 心情不好 你会卖菜 然后在那边 那病的时候 就会很辛苦 不只是身体辛苦 有没有 你看你心情会很不好 这样看出来这个问题 所以禅修 它不是说 培育这个定力 跟这个觉察力 是让我们 你看我们活着的时候 就能够怎么样 慢慢变成 不需要散耗的能量 我们就不会去散耗 对不对 不需要说的话 我们就不会去说了 不需要做的事情 我们也不会去做 该做的时候 我们会全力 但是不是很紧张的 全然 就是我们会全然 而松坦的去做 做我们会很快放下 你看你这时候的定力 跟这种觉察力 都在什么样 都在守护你这股 难得的圣经的能量 其实这个就是禅修 所以以这样的 这种禅修的力道 你看你病中的时候 你就能够守护你的心 那你刚了解这一种 你看那有这样的定力 跟这种正念的力量 所以我们临终会变成怎么样 本来就已经有这种持戒 跟这种不失善业的基础 那再加上禅修的力道 就可以怎么样呢 以念力去转世 或者甚至我们在活着的时候 就能够正出国 以这种智慧的力量去转世 那甚至 可以怎么样 就刚刚讲的 第五种可能性 以这样的基础 对 用愿力转世 这不是空的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不像有些宗教 他等于说 这万其佛 他现在讲一讲 我要当菩萨 我下一辈子再来 你凭什么再来 你知道吗 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确定说 你能够再来 而且你知道说 你要再来 这不能随便讲讲的 是这样 那我们今天就借有 这样的一个因缘 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 它是这样 所以如果说 我知道我们很多朋友 他有那种 那个希望下一辈子 还能够有这种 人天的这种福业 然后希望说 能够在这个 人天的福业上面 继续去福利众生 那所以呢 就跟大家分享 所以那更要 更要努力的去修学 透过佛陀讲的那样 基本上面 此事呢 你 我们不只做了这个布施 对不对 布施的这种功德 那你 我这边再讲清楚好了 你有布施的功德 没有持戒的时候 并不一定会保证 你布施的功德 就能够转身 人天善道 比如说 你没有持戒 那你有很多那些 不好的那种 比如说那个欺骗 或者说那些 比较接近 出生到的那种行为 那 你 虽然你有布施的功德 对不对 那你可能 比如说 万一转制到 出生戒的时候 比如说 你可能转制成一只 那个类似叫做什么 拉布拉多犬 那主人对你蛮好的 那比较不会变成 流浪狗 就这样而已 但是他还是在出生到 那就是因为 你有那个布施的 那个服业 意思 但是你如果 加上持戒的时候 因为持戒是属于 人的这种伦理特性 所以他 持戒 他本身是跟 人天善戒的 这种生命品质相应的 所以你能够持戒 那再加上你这种 布施功德的时候 就容易转身 用 能说你的戒力 跟你的善业 布施的功德 是属于一种 人天的福报 是这样 那刚讲了 那在这种 人天福报的基础上面 才有怎么样 才有愿力转世的问题 你如果没这个 慈戒 没有这种善业 愿力谈不上 但是这只是基础 所以要加上什么呢 你真正的这种实修 所以 慈戒 布施 文施 对不对 然后培育我们自己的 这种戒定会的 这种力道 然后有这样的一种 生命的品质 你会看得出来 不用等到转世 你平常活着的时候 就会比一般人 快乐指数高很多 事实上是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你容易 你容易管控 自己的起心动念 那你对于自己 不恰当的起心动念 你很容易去超越 就让他马上过去 所以你就会比一般人 快乐了 对不对 那再来 因为你本身的 戒定会的 这样的力道强 所以你做事情会怎么样 比别人省力 没有必要浪费的语言 你不会去说 没有必要做的事情 你也不会去做 所以你会比一般人省力 你会真正过得 变成是有智慧 身心有力 但是事情不多 而且那些事情 都是变成怎么样呢 正当的事情 该做的事情 必要的事情 就变成这样 那这些呢 就等在守护你整个的生命品质 这样看出来吗 其实这都整套的 所以佛法 它是一个非常有机的东西 它不是一个 不是一种宗教信仰 是这样 那在这样的基础上面 那这样你看 我们活着的时候 事实上就能够解决 转世的问题了 现在是 就是活着的 现在是的这种 身口意的品质 有没有 然后再加上这种 自觉性的这种 界定会的这种培育 你看 你就能够完全守护自己的 身心性命的品质 白天的时候这样 带到睡前的最后一刻 会有那样的时候 就会带到你的梦 你凭白天的这个 正念觉察的力道过 它会自然进到梦里头去 这都实际发生的事情 它都会这样 这叫梦中修法 它就会这样 那你能够这样修 那你看你就比平常人 你就会更有利了 那生病的时候 有没有 知道说 让自己身体生病 心不跟着病 身体在受苦 身体在痛 心不跟着 不随着身体而转 佛陀的那个心法 生苦心不苦 那你看 那你病中的时候 你也能够守护你的心 那临终前 也是这个样子 有没有 那转过去 在中阴的时候 你还是会很自在 知道这个意思吗 是不是这样 好 那你在中阴的时候 开门起来 你刚才等时候 你转世的时间到了 那个因缘限起了 叫紧的梦 就是转世前 刻意的强力保持正念 更加注意 那这在禅宗里头 他们这在佛陀里头 这边比较没有说明 但在其他的那个 比如说禅宗 或者说那个 那个 比较属于 那个密教的那种 高等的修法这部分 其实他们有留下 这种讯息就是 你在转世之前 对自己的那个 那个意念 要特别的明晰 那干什么呢 就等于说 因为你住胎的时候 一定会迷 所以你在转世前的时候 你如果说 正念的力道很强的时候 你住进去 会比一般人更亲民 所以你们不知道 有没有注意到 有些人 像现在那个 都有些 以前都有一些那个记录 人家去调查出来 有些小孩子 他会知道 他自己的上一辈子 然后甚至会去找到 他上一辈子的妈妈 但是过没多久 他就忘记了 也这样 就等于说 他不只是住胎前的时候 的那个念力还很强 连出胎的时候 都还不错 但是呢 过没几年 他就忘记了 也这样 所以等于说 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 所以我们活着的时候 能够非常自觉性的 很明显的 觉察到自己的起性动念 然后包括这种 自觉性的这种转向能力 从白天 对 带到睡前 然后到梦里 然后到病中 然后到临终 到中阴 对 然后到怎么样 到转世前 可以走 这个高家 然后如果能够到这 后面就都没有问题了 这就是说 我们在回应的 就是说 你如果说 要靠 想要那个 再来 这个 以你的这种善愿 然后想要再来 以愿力来转世的时候 那就更需要 有非常自觉性的 全面性的 培育这种 残修的这种力道 是这样 这样清楚吗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 这是有关 说明我们上 上礼拜里头 谈到有关死亡的问题 那死亡之后 你看他就是 会面临到这个 中阴转世的问题 那所以藉由这样的一个 一个机会 跟大家在做这边的 那个说明 好 那如果那个 没有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谢谢大家 好 我们那个 准备上课 然后那个师傅 有一个问题 请那个师傅 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想请问老师 就是上礼拜 有关你那个课题 是临终的关怀 那个部分 那就说在临终之前 如果我们对 那个对象 就是说给他讲 开心自在 欢喜的这种情境 给他的时候呢 他会往生善业 那这个部分呢 跟之前我听一个法师 他开示 他 他 他的是说 呃 因为他提到杂瓦的部分 所以说 一般 一般法师在对 临终关怀这位 他是用 让他转那个武运 嗯 就是说不要去 执取武运的 这个方向 对 去讲 我们当然不是 硬棒棒的 去讲武运这个东西 而是说用一些例子 然后呢 让他去释怀 对 那这样子的概念 跟老师 你所讲的说 用欢喜自在 这样子的 呃 不晓得是比如雷同 还是不同 呃 那个次序不一样 一样的东西 一样的 对 也是让他 就是说让他 呃 对武运放开 不执取 对 相对就是有欢喜 OK 好 那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说 在北传方面 我们会说 请这个临终这位呢 就是说 呃 我们会加强他 念佛号 或者是说 什么一个圣像 他自己的所缘境 对 那那么我们既然 已经接触到 原始佛教的 这一块区域的时候 我就会有一个好奇心 佛陀时代呢 他对于 这个临终 这个部分 他是用什么样的 一个对象 给这位王者 这位这位对象 这样子 好 会有什么一个方式 跟我们目前所谓的 什么念佛 什么什么的 嗯 好 这就是刚好 我们马上要讲到的 这样 好 那谢谢法师 像我们 那个 在原始佛法里头 比如说像我们生病了 对不对 然后现在就刚像 这个师父讲的 那人要临终了 佛陀那时候教的呢 其实就叫做六随念 六随念里头 一个也有叫做 念佛法门 但是念佛法门呢 不是像我们现在 晚起佛教里头 那个念 比如说念什么 阿弥陀佛 或者说念什么 要是流利佛 或者念大日如来 他不是这样 好 那他念佛法门 是怎么个样子呢 我们一步一步讲 等于说 像我们你看 我们在生病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会 心灵上面会有苦闷 就是刚刚法师提到 对这个身心五蕴的直取 所以我们平常就要能够去 认知到说 这个身心五蕴的本质 有没有 所以我们第一堂课讲什么 无常缘起无我 这不是只有听了就懂了 也不惜 它是要我们真的在人生的境界上 包括面对自己的身心性命的时候 真的这样在做随观 我们就看到呢 我们的这个身心性命 真的就是色受想行事 就是五蕴在流转而已 那所以呢 特别是在生病的时候 就会看到这件事情 是圣姑 有这个生 有这个生 生命出生了 对不对 出生的时候 他必然的经历一定是死 那死之前 大部分的状况就一定是病 所以让临终者呢 很自然的 很自然的去接受说 凡有生 必有老病死 所以让他怎么样呢 在生病的末期 在临终前呢 他能对于自己这个五蕴 无常缘起的这个身心呢 怎么样 能够释怀 那其实真正能够释怀的人 并不一定很多 所以在这个时候 有时候怎么样呢 产生一种比较积极的念头 比如说让他怎么样 生起那种感恩的心 为什么我们要特别提醒这个呢 如果说 你看像我们活着的时候 能够很清楚的去认知到这个生命 我们就看到什么 真正我们不是那样 你看我们要有空气才能活 要有阳光太阳照射才能活 要有水喝才能活 要有大地的滋润才能活 所以其实我们之所以天后 是这个天地的这个 有没有 这个四大 在给我们滋润的 那所以从又再 等于说你看 那你如果在生病的时候 让他去 进一步去感觉到说 这个天地父母 对我们这个生命的这种滋养 有没有 生起一种感恩的心 感恩这个天地的重元 让我们活过这一招 有没有 你看他本身的心地就会 很释放 会释放 对不对 知道这个意思吗 他就可能 我意思是说 当这个体要有美感 你等于说 让他就没有 没有 没有必要再产生 那么多的那个抱怨 然后那么多的那个 比如说那么多的那个抗拒 等于说 在这种 让他去看到说 生命是一个 缘起五蕴无常的 这样的一个现象 然后呢 在这里头提醒他 生命的这种 这种缘起 有这种天地父母 在这边孕育着我们 有没有 培育这种感恩的心 因为感恩是什么呢 感恩的心 它是属于 世无量心的一种 它是 慈心 悲心 喜心 有没有 感恩的心 所以你就能够圆那个 你如果心地在那种 你看感恩 感恩的心 心是穷满的 有没有感觉 那个心地是充满的 很好的那种感情 它是上升的 它直接上升 你如果临终 圆这种感恩的心 它直接就是 人天的这种善报 所以好 那这样回来了 所以 佛陀 他怎么样呢 他在教导这些 临终的学生 就是临终的这些 那个 这些 修行人 或者在家居士的时候 他怎么样呢 平常 因为他们接触了佛法了 对不对 所以对于 佛陀 对佛法 然后对这种 修行人 对这个 借力的这个 要点呢 他有这种 比较理性的这种信靠 怎样 比如说知道 三四因缘果报 那知道有佛陀的这种 亲近的这种修行人 那知道这些 四圣地 知道无常 知道这些法 那在这样的基础上面呢 这叫做 四不坏尽性 四种呢 不会败坏的 亲近的这种 理性上面的信靠 因为他们那时候 有看到佛陀嘛 有没有 那有佛陀 有佛陀所教的法 有佛陀的 在作家的这些 不管出家 或者在家的这些 圣地子 所以有佛法生 然后再加上 自己持守的这种戒律 所以对自己的 亲近的这种戒行 做基础 那怎么样呢 征修六随念 这就是说 比如我们面 假设有修行 现在是等于说 在佛教上 在佛法上面 有修行的人 那佛陀会告诉他 那怎么样呢 临终的时候 征修六随念 比如说像我们说 假设你看 我们三摩地的同仁 有时候看得都很感动 你们都很会 很会理佛 那个姿势 有的都做得很好看 那你们在很多 在理佛的时候 都很前进的那种感觉 这就对佛 有那种亲近性 那等于说 对自己的戒行 你们有戒行 有布施的这种功德 那有法的这种认识 对不对 那所以在临终的时候 怎么样呢 随顺这种无常 缘起的这样的一种 这是法的这种了解 所以心放开 对 那放开之后 怎么样呢 又要射住你的心 要射住你的心 所以佛陀 怎么样 争修六随念 随时的随 念头的念 六种随念 你在这样的状况里头 那什么叫六随念呢 意念佛法 生戒 丝跟天 那就是后来佛教里头的 临终的念佛法门 念佛 那原本 原始佛法里头的 六随念的念佛法门 是什么呢 他不是念佛 他念什么呢 比如说在你的心里头 意念 因为他们那时候是 有看到佛陀嘛 所以意念的什么 意念佛陀的这种 生命特质 什么特质呢 那个十号 意念 佛陀这种如来 我先讲一遍 那个明相先讲一遍 待会再做解释 如来 应供 等正觉 民行足 善事 世间解 无上事 调育丈夫 天人师 就是说你的心呢 去想 佛陀这样的生命品质 那你看 其实你能够去意念 如来的这种生命品质 你的心就跟这个生命品质 相应的意思 所以你的心就不会产生那种 抗拒 惊慌跟恐惧 那如来是什么呢 如来就是 如其所来 如其所适 如实言 如实之 就等说活在十项里面 就叫做如来 所以意念 佛陀那样的生命品质 你看他活在十项里面 那十项是什么呢 缘起无常无我 有没有 所以你看他佛陀 他活在十项里面 他都没有任何谈成词 所以你意念如来的 这第二叫意念如来 那如来 应供 应供是什么意思呢 应供就是后来的叫做阿罗汉 那应供就是 直接字面上的方法 叫做应该供养 值得供养的 为什么 因为他贪嗔吃都断了 所以是值得供养的 叫做应供 所以我们在意念 应供的时候是意念什么 所以要自觉性的去怎么样 学习像佛陀的那种生命品质 断除贪嗔吃 意念如来 应供 然后怎么样呢 等正觉 生命完全觉醒的意思 那完全觉醒就是什么意思呢 知道生命 他本身就是无常生命的 众生都是平等的 所以没有任何抓取 保持在这种明觉的状态 叫做等正觉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就是这个等正觉的意思 心灵没有任何覆盖 没有任何抓取 完全清楚明白 生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 像佛陀那个样子 所以意念如来 应供等正觉 然后他怎么样呢 身口异形都保持在 正知正念 明觉的状态 这个叫做明行族 所以那度假想要训练正念 有没有 才会知道我们的起心动念 知道我们的起心中念 才有办法改正我们的 起心动念 身口异形 那一个解脱者 像佛陀那样 他都随时在正念当中 所以叫做明行族 对于他明行的 明觉 行就是身口异形 明觉他的身口异形 是完全具足的 就是对于他的身口异形 完全明觉具足 所以他怎么样呢 他就完全没有任何恐惧 等说临终者在意念这个的时候 你看意念如来 应供等正觉 明心族 有没有 那我们在意念到佛陀的 明心族的时候 就会怎么 想到自己的起心动念 有没有 你就能够去调整他 让自己的起心动念 这样那个点点头头 叫意念佛陀的 这个明心族 然后再来 善事 善事就是什么呢 善观无常 善与从无常当中解脱出来 善事就是这个意思 善说善观无常 所以刚提到说 你在活着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去善观无常 跟临终能够比较坦然的 释放有关系 所以临终的时候 意念这个佛陀十号之一的 善事就怎么样呢 意念善事 像佛陀这样 你看他对于人间事 生命本身 世间都没有任何抓取 意念这个善事 然后能够从世间解脱 善事 所以从世间解脱 你看意念如来 应供 党政觉 明心族 善事 世间解 到这个时候 你看你在这个时候 你的心地的那个正念 跟舍心的力量 就能够设置住 然后再来就是进一步 世间解 然后这是对佛陀的一种恭敬 有没有 然后他已经达到 对于众生都完全平等 没有任何高下的 所以叫做无上 的这种生命成就 叫做无上事 然后他又 不只是他达到这样的一个成就 而且他会变成怎么样呢 能够他有很高的这种 教授众生 离苦得乐的这种智慧 所以变成叫做调育丈夫 然后天人师 是天界跟人界的导师 有没有 然后一个决心者 佛是尊 那其实 一念前面那个就已经很够了 是这样 对不对 这就是佛陀在原始佛法里头的 叫做佛随念 是这样 好 这样坚持吗 那我们晚期佛教里头 把他 比如说意念阿弥陀佛 或者甚至人家临终的时候 念那个观世音菩萨 有没有不好 其实也没有不好 因为 我会说 我们知道管理的时候 就知道用什么 你看他 比如说他临终的时候 他强力的意念 那个所谓的用佛号 来稳住自己的心 有没有 让自己的心不散乱 那也是一种定力的色词 有没有 那他在意念这个阿弥陀佛的时候 如果他能够正念相续 恶念进不来 贪嗔痴念进不来 然后以这个佛号 作为他的最后的一念 那也很好 那准是天界 或者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任何一个佛号都好 包括观世音菩萨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些都是一种方便法 方便的法门 让临终者能够设心 安心 定心用 那他因为让他 在临终的时候 能够设心 定心 安心 他就容易怎么样 当他的心意识 脱离这个意根的时候 他在这种比较稳定的状态 直接就容易有那种 人天界的那个化身产生 所以就等于容易转世到善界 它是这个意思 这是原始佛法里头的 佛学念的这种法门 是这样 所以如果从这样的 的那个 那个原理来理解的话 不会说有太大的矛盾 那我只是在这边提醒说 原始佛法里头的 那个佛随念 它事实上是主要是在哪里呢 了解到 意念佛陀 这样的一个生命品质 那在这个时候 你可以怎么样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这就叫做 与佛心心相应 与佛陀应心 有没有 特别是 如果要知道这种方法 临终的时候就很重要 因为你就等于一直在意念 让自己的心保持在 像佛陀那样的那种 意念那种生命品质 那你这个时候 跟在做念佛法门 就是一样意思 只是它变成什么 它是变成一种 有智慧的 在那个念住自己的 稳定自己的心念的品质 跟趋向 有定力 有念力 有慧力 不是只有说 透过一个佛号 来稳住自己的心而已 他知道 如来 应供 党政觉 民心族 善事 世间解 那你看那当下的 那样的一个心地品质 就接近一种 觉悟者的那种心灵品质 这样 这样知道吗 这是六随念里头的佛随念 那 如果说有些人 他可能平常 那是那时候 他们平常没有接触佛陀 那他可能接触他的亲教师 比如接触摄立佛 或者大目见年 那临终的时候 他意念佛陀的这种功德 可能比较没有办法 那么有利 他可以意念怎么样 意念这种亲近生 意念那个 比如意念他接近的这种 亲近的这种修行人 原理就一样了 就让他的心 原这个亲近生怎么样 心也跟着亲近 就像我们意念佛陀的生命品质 心就跟着佛陀的这种心地品质相应 就不会有那些 欲而不散法来干扰的意思 完全一样 这样知道吗 所以意念佛陀 或者意念生 那如果呢 像我们现在这样就很 现在这个时候就会比较重要了 刚刚的念佛法门的那个 主要的那个法 第三个就意念佛 意念法 意念生 意念法 刚讲错了 应该是意念法再来意念生 佛法生 法 意念法 法其实就是怎么样呢 比如说我们知道的这种无常 缘起 无我 让我们的心开 有没有 不去抓取 意念这种世圣地 所以 面对我们当下的这种身心境界呢 可以直接依我们心灵在 或者思想上面在意念法的时候 直接产生 对峙当下生起的贪生痴 有没有 然后可以怎么样呢 让自己的心呢 就能够平稳松坦下来 那你 让自己的心平稳松坦下来 这都是属于跟人天界相应的 就是能够转趋善界的这样 意念佛 意念法 意念生 那另外一个怎么呢 意念自己的戒行 第四种 你如果 头前这三个 没在想 那你意念什么 我这辈子里头 尽心尽力的 至少怎么样 没有伤害人 不偷不套 不道不杀 不邪淫 然后我那个 庄严的做人 虽然呢 没有什么很高的成就 但是呢 有没有 刚刚刚才会说 三星半夜不怕鬼来 这就够了 你临终的时候 有这样的心地 对自己的生命品质 这辈子的生命能够很宽心 叫意念戒行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为什么 就是我们平常要懂得 持守戒律 这跟我们第一堂课讲的有关系 因为你临终的时候 会做生命回顾 所以我们的 我们的身口运行的品质 如果很糟糕的时候 那在生命回顾 一刹那跑出来的时候呢 容易产生那种 不恰当的夜象 不好的夜象 那随着那个不好的夜象 升起不善心 那在不善心当中 转过去 境界不会很好 是这个意思 所以第四种 意念自己的戒行 让觉得一辈子这样 就是顶天立地 然后那个 对自己的这样的生命品质呢 然后能够很肯定 比如说这样讲好了 像我父亲 举个例子好了 我父亲呢 一辈子呢 他是一个不适智的人 但是呢 他一辈子 他有一件事情很骄傲 什么件事很骄傲呢 就是当他有缺钱用的时候呢 很多人都愿意借他钱 这样 他一辈子就是这 就教我的 其实就是这个 信任 人家对他的信任 然后一辈子清清白白 那以前我妈妈呢 他都很气 那小时候 那些好人不教 教说什么 要赶救钱 是每人都要赶你钱 我母亲都很生气 你知道吗 我母亲你不要教教这个 但是 慢慢我现在五十几岁了 我发现这才是 最重要的生命品质 信任 让人对我们信任 那 所以事实上我父亲 我陪他临终 他的临终状况 非常好 非常好 没有任何的痛苦挣扎 然后平平静静的走出去 这个样子 是这样 这是一个分享 所以这就是自己的戒心 没有任何的 我们说这是三个 我们也不怕 整个撞门的意思 所以他这样去转达 所以这就是佛陀的智慧 戒心的重要 为什么呢 佛陀还有在另外一篇经文讲到 一个人 如果你临终的时候 你等于说你那个二叶现前 就会像怎么样呢 比如这边山在这边 太阳要下去了 对不对 山直接那个阴影就照下来 所以你会升起 在那个阴影的覆盖当中 心灵升起恐慌 没有任何人让你恐慌的 是你自己会产生恐慌 就像暗夜地 所以又沉重又惊恐 它是这样 所以你看这就是在做一种对峙 你在这种生命的这种镜头的时候 随时能够让自己的心灵 有没有 保持在一个善向正向的 这样的一个品质 意念佛陀的生命品质 意念法 或者意念亲近生 第四个 意念自己亲近的这种戒心 然后再来 意念天 天呢 天人都是 那你看这就是要像我们 山摩地学会这种的 意念天 天人呢 都是有那种 有那种布施的功德跟欢喜性 所以转世为天界的 那你什么 你临终的时候意念 我这辈子也帮助了很多人 有没有 我们去 去在缅甸震灾 到非洲震灾 然后帮助那些 虽然那个 那个偏远 但是我们都能够随远近心的去 把骨击重 意念这件事情 一直想这件事情 这叫意念师 意念天 跟后面一样意念师 因为你意念天人 都是以这种布施功德 去转上去的 所以我们这辈子里头 也有这么多的这种善行 所以临终的时候 要拿出来用 要让很多人 想一些 那些不好的事情 让自己心地乱七八糟 这没干 不然上这个课 就有点浪费了 你知道吗 临终的时候 意念自己的这种 布施的这种善行 因为天人都这样转世的 这叫意念天 然后第六种 就是我们自己的布施的功德 让自己欢喜 有没有 就刚刚讲了 让自己欢喜 喜心都是属于人天善道 它是这样 这叫做原始佛法里头的 那种六水念 这样清楚吗 所以等于说 你看在生病的时候 我们再回来 所以你看在生病的时候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这种要点 你看我们说 我们就再把它拓生一点 你看为什么 我们说生病 病是什么 就身体来讲 其实我们大家 如果医院说我们生病了 医生生病很容易看 对不对 四大不条 都觉得器官出问题 还是怎么样 那叫病 身体是一定会病 四大不条就一定会病 但是我 我这边要提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心理的病 心理的病 所以你看 我们在佛法上面是 它是同时解决 你建立了正确的这种 无常缘起无我的证件 对 所以你懂得去感恩 这暂时性的这个身心现象 但是呢 它毕竟终有解离的一天 所以当它病变了 当它败坏的时候呢 我们能够对这个身体的现象 不去抓取 然后又能够很自觉性的 含运自己的这种 心地的这种品质 这就是上礼拜跟今天在讲 那这样你就变成怎么样呢 可以在我们这一辈子的 临终的时候呢 画下一个完美的据点 然后这个完美的据点呢 又会变成你下一辈子里头的 一个起点 那是要有这个 好 那现在在这里了 所以呢 身体的 当我们的身体在病痛 在病苦的时候 佛陀提醒的那一个美感 就是身体虽然在受苦 病痛 但是不要让心转进去 记得 但是你说那这样不一定做得到啊 有没有 就是因为不一定做得到 所以才要做六水念啊 就是你要懂得转念嘛 有没有 你要转念 不要 不用身体在痛苦 有没有 然后呢 然后就跟着心情不好 那所以就平常要禅修嘛 就说你平常要对自己有这种觉察 知道自己的心情呢 随着这种病苦而流转了 懂得把自己的心拉回来 有没有 那拉回来你要放它在哪里啊 那你敢想吗 那我就想想佛陀的这样的一种生命品质 对 然后意念这些佛法 意念这些亲近的修行人 意念自己的这种戒行 然后感恩天地 对 特别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提醒 就是说生病 他四大在败坏的过程当中 他这主人 但是 中的在决定 我们转世的不是身体嘛 是心灵 所以身体在败坏的时候 你就变成怎么样呢 就刚刚有提到 随顺这个五音四大的这个 败坏的这种现象 但是很自觉性的去守护自己的心灵 那守护自己的心灵 就是要去从心里头 彻彻底底的去接受说 生命的这种无常性 他的这种无常性 所以你看你的心就能 你如果说 知道从心灵里头去接受这个 身心的这种无常生命的现象 那你的心就能够做比较恰当的这种释放 那心能够做比较恰当的释放 再加上 去思考 你看 我们如果能够对这一场人生 有一种感恩的心 那后边其实很多都不用做 那我们包括会怎么样 所以就会变成有一种自觉 好像就是随时要 要离开这样的一个人间世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会怎么样呢 现在我们在讲的就是 我们当病人的时候的修行 刚就是你那些随念 对不对 那比如我们自己躺在病床上面 对吧 待会儿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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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那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有那种感恩的心 像我们最近在那个 另外一个上课那个地方 有同学 他有一个 有最近公公 生病非常久了 但他才没有 脾气非常不好 然后原本他婆婆看他 健康的人看他这个生病的公公 邝加布威亚变悠意症 然后自杀 因为他没有办法 因为他那个 他脾气太不好了 然后现在甚至我们这个 这个上课的通道 说还好这几年 他有法在支撑 但是其实也 常常看他都是快崩溃了 因为病人的情绪非常差 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吗 那其实佛陀有教 佛陀教当我们是一个病人的时候 我们要懂得感恩 因为看病的人很辛苦 那我们做一个生病的人 我们如果又充满抱怨 对我们的病情不止没有帮助 而且是雪上加霜 那又会增加 看病者的那种心灵 跟身体上面的那个辛苦 所以要怎么样呢 常常感谢他们 抱着感恩的心 慈心对待看病人 那人家给我们药吃 有没有 我们就好好接受 按时吃药 有没有 然后带着一种感恩的心 去回馈他们 我那个同学他说 后来他那外劳 他们已经请过好几个外劳了 就看他公公那个 他说 最希望的就是那个病人 跟他怎么样你知道吗 说谢谢 像这样而已 所以你看我们在2500年前 就看到佛陀的那种智慧 当我们是一个病人的时候 要懂得感恩 慈心的对待 在看护我们的 这些周边的这些人 然后这样对于 看护我们的人 也容易得到安慰跟宽心 然后事实上还要怎么样呢 对于自己的病情也容易 比较有复原的机会 因为你正向感恩的心 你的免疫力会提高 所以这就是欢喜心的好处 你看你如果心情常常不好 免疫系统就下降了 自然就较不好 知道吗 知道这个意思吗 所以当我们是一个病人的时候 除了说懂得去释放之外 那你要怎么样呢 慈心对待 来照顾我们的这些抗护者 那其实这是一体的 你看 所以你能够接受生病 有没有 你心才会宽 那你心宽了 你才有办法去回馈人家 所以感谢他们来 来相待 来陪伴我们 那你这样你看 那你临终的时候就会怎么样 就有好心情 你看 破病的时候有好的心情 临终的时候才有可能 较容易有好的心情 没想到是这样 所以他这些都是一体的 所以等于说 那当我们是一个生病的人的时候 那懂得 慈心去对待 来看我们的人 是这样 好那再来 那现在就 谈到 那我们如果是一个 看病的人呢 一样啊 知道吗 就是也要有那个慈心 去看护这个看病人 什么意思呢 知道生病的人 他现在数代不条 他辛苦很难苦 所以他的心一定很无难 容易整身 整死不好 那所以我们怎么样呢 能够对他有这种体贴 然后随时怎么样呢 软语 但是这个软语不是他欺骗 去把他安排他的心情 让他能够平静地 接受这种病苦 所以不是去 你一定好 会怎么样 那有时候会变成 变成欺骗 有没有 不一定好 等于说 你能够让他 比如说在生病的时候 怎么样呢 比如说分享一个经验 因为像我们 我们那个 有时候当爸爸妈妈的 有的都会很客气 听到说 现在那个 那些 你带着给我们 我们的房子会感觉 好像把他麻烦掉 有没有 那所以有时候 爸爸妈妈 那我们在照顾的时候 就会不太放心 那所以这个时候 你大概看病人 有时候你就要了解 病患的这种心情 你要怎么样呢 你就要让他觉得说 你放心 有没有 让我来照顾你 我真的很开心 我很愿意这个样子 是你真的给我机会 然后呢 因为曾经有你的这种陪伴 或者有你的养育 你今天给我这个机会 我真的很感谢 你带着感恩的心 在照顾这个病人 真的这个样子 那我的今天是怎么样 老人家他有时候年纪大了 一眼起立在那里 他会观察你到底是不是真心的 会这样 那你要让他放心 你就是真的要真心成立这个样 那他心就容易松弹下 特别是那个 如果真的就是要走末段路的时候 什么意思呢 你要让他感觉 他真的值得这个样子 值得你好好的去善待他 然后你让他放心 你真的是愿意陪他走最后一段路 绝对没有问题 而且你不会觉得是负担 你让他觉得这是 这是你给他的一种机会 就像我们在做布施一样 有没有 人家接受我们的布施 有没有 然后呢 我们会很高兴 那你让你的 你那个病患知道说 他让你照顾 你很高兴 让他放心 这是一个 那再来 因为病患呢 他生病了 他整个生命呢 他都会进入一个 比较无力的这种状况 甚至有时候他会 比如说有些人 他会对他的那个生命起怀疑 生命价值起怀疑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呢 要自觉性的去帮他肯定他的生命价值 你这样不知道意思吗 有人比如说他感觉他真不好 这些人真不好 什么都没完事 他会自我挫败啊 那你看这都是不善心 这都不善心 有没有 那他这种自我挫败的心灵 其实他就是一种称心 其实对这一趟人生呢 不高兴 其实就是他在对这个死亡不开心 那所以你要怎么样呢 你要用你跟他相处的这种纪念 你要想办法 用他能够接受的这种方式 那种语言去 肯定他的生命的价值 这样 比如说 你让他说 你看哇你养了我 这就是你最大的鸡蛋 没有你养我 怎么会有我今天呢 有没有 那而且你今天 然后怎么样 你要去想办法去肯定他 就让他呢 在临终的时候 能够带着怎么样 找回他的生命的那个尊严 那个自我肯定 这个很重要 那他才会怎么样呢 他才会比较松 你再会松 这是第二点 然后第三点是怎么样呢 因为我们生病的时候 有时候那个病人 他很难 很难那个释放 那所以让他怎么样 我们刚刚讲说 在精神面上面 让他去理解这个 这个生命的这种无常现象 懂得去 能够自觉性的 去接受最后的这一段路 但是 毕竟人间还是有人 人间有人间的一些事情 有没有 那尽可能的 去了解他心里头的那些挂虑 他到底要叫他过路什么 他的过路呢 你不是说你不用过路 不是这个样子 该帮他处理的 要帮他处理 那没有 你真的认为他没有必要顾虑的 是你要让他觉得 真的没有必要顾虑的 他让他去放手下来 那他就能够 他的什么 轻装上路 要这样 所以他就比较没有顾虑 是这个样子 像最近我们 也有个同学 他说 他就蛮聪明的 他说 他刚好是连续看着 三个老人家临终 所以他现在变得非常有智慧 一个是他公公 那后来两个是他自己的父母亲 他说 发现 有些老人家 他最后就是顾虑 他有一些没有处理的那些事情 有缺人钱 然后有的来不及讲 不知道怎么处理 但是他要处理 他不知道怎么处理 他等于在临终的 那个阶段的时候 有时候他会急 会有那些事情跑出来 所以你要能够 事先就能够让他 知道说你可以处理这些事情 所以他现在就聪明了 你看 能够善有善报 他发现说临终者会这个样子 那有时候我们会去想去了解说 那个那到底比如说 那个父亲呢 到底要有什么未了的事情的时候 因为有时候来不及的 对不对 但是会挂住 所以他现在怎么样呢 他都把它写在本子上面 他让他的小孩 让他的下一代都知道 他整个目前的整个 人缺人钱 他缺人钱 然后整个的那个状态 那等于他随时都可以走路 然后他的小孩子都随时可以做 很恰当的这种处理 比如说 那你看像这 我们就是可以学习的 随时要这些什么 盘点 随时要盘点 其实是 你只好说 就才有办法随时轻装上路 他是这个样子 是这样 这是第三点 那所以那回 其实这样大概就够了 那你看了解说 这个病患的这种 心理上面的这种纠结 然后想办法帮他释放 然后呢 在世间事情上面呢 让他去放心 然后能够去 你能够去处理 这是最直接的事情 那心灵上面呢 你就是要怎么样呢 自觉性的 帮他去肯定他的人生 肯定他 让他去肯定他自己的 这种生命的价值 然后呢 让他觉得呢 你对他的这种感谢 这样 这是他能够从你自己身上里头 真的就这样 能够得到这种安慰 那这些都是一些那个 人间事里头要去注意的事情 那我们说在法上面学习的 其实是刚刚法师提到的这个问题 就是佛陀就是教这个 比如说 如果说 爸爸妈妈很顾念 顾念那个 小孩子啊 有没有 或者说 比如说那个 举个例子好了 有的 有一个先生五十几岁 他本来那个事业 事业心还很重 但是呢 没办法 我十三岁 他就得癌症了 那结果就要死了 那你看他这个时候怎么样 他很不感觉 他有很多顾虑 可能他担心他的小孩 担心他的太太 要担心他的事业 这是我们可能随时都会碰到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一般人都已经会了 这是一定的那个常识 让他去感觉 你的顾虑 你的留恋 如果 没有办法带来你的病情的好转 其实 或者说可以让你不死 有没有 你就 没有必要去做这种顾虑跟留恋 这是佛陀的一种提醒 就是说 不是叫你直接这样说 这样说 他很受不了 你就让他 让他知道说 其实你这样的顾虑 有没有 让他 就是让他松开 其实你不需要顾虑的 有没有 然后让他的心去 回到自己的心上面 因为我们要让他怎么样 轻装上路 带着喜心 带着稳定的心 所以呢 要看到他 他如果有所顾虑的时候 他有所留恋 有所抓取的时候 要去破解他 让他呢 不要再去抓取 不要再去留恋 这样 好 那他有 比如说 好 那他对人间事呢 不再留恋了 对不对 好 那他进一步就 他就等说 他的心比较能够 活在这种 走向这种 比较 怎么讲 我们说 人天的这种境界了 好 那能够接受 比较平静的 接受这样的一个 转世的可能性了 那进一步怎么样呢 再跟他分享 生命本身的这种 无常性 纵使这种 好的境界 也是无常 那你如果 有抓取的时候 还是会带来苦 善业 那个 那个 报警的时候呢 还是会再转 还是会再有这种 这些 生死 那个死亡 病苦的这种逼迫 所以怎么样呢 进一步让他的心呢 去思维 无常 体验 是圣地 让他心又如何呢 又刘开 那因为呢 比如说像我们 有在修学的这种 这种同学 这些同修法友 平常不太注意 比如说我现在身体好好 有没有 那所以 虽然说在无常无常 像是圣地 但是哪里是圣地 无常哪里无常 那个体会没那么深 那你如果在生病的时候 心开的 有没有 能够去接受 你对于是圣地 跟无常的体会 可能就会很强 那这个时候呢 你会怎么样 会真正产生 那个道的力量 就是世圣地的 这种思维力 所以佛陀会说 那你在生病的人 有时候就变成说 活着的时候 你没有剑法 临终前会剑法 就这个原因 跟陪伴临终者的时候 对于临终者的那种 关怀跟教授有关系 所以你看 在这个时候呢 你跟他一起 分享这种生命的实相 有没有 无常啦 然后分享原本 大家等说平常熟悉的 这些法医 他现在的法医 就不是像在他家 那是随时 无常是随时 不是像一个概念 有没有 随时就是要走人 这个事件对他那样 眼睛一闭 这个事件就消失了 在那个时候是这样 那这个就是无常 逼迫就在眼前 有没有 所以呢 如果说临终的时候 能够这样去 去那个做那个 比较善 那个善巧的这种法思维 甚至会让这个病患呢 在临终前入法 正果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进一步 有没有 等于说 这样清楚吗 第一个阶段 让他呢 对于 这个事件呢 没有那个挂碍了 所以他还没在那里 有的 其实就是 你看有的 林中是会欢呼 就是这样来 不是他跳过 要欢喜 心里还有很多事情 要心里有很多事情 他没办法 工作是没人帮他处理 他没放心 是等于说 作为一个看护者的时候 就在这边下功夫 让他心里头的那些 烦恼的事情 能够得到处理 然后再来 肯定他的这种生命价值 然后再来 让他觉得 有没有 让他觉得 你是真心诚意的 然后很慈心的去 去对待他 然后让他生起 这种感恩的心 对 然后再来就是进到 刚讲的 无产观是圣地的 这种思维了 好好的去那个 那个盘点 有没有 那个结清 然后世间放下来 这还是世间 终于怎么样呢 在这样的一趟人生 末端里头 如果可能产生智慧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好好的去利用 所以无常观 是圣地的思维 缘起 有没有 所以随时在这边 跟他分享 等于说他已经能够有 这种人天散报的时候 有转世到人天的这种基础了 就让他在这个基础上面 再产生这种 入法流 正果的这种法思维 这样来 这是佛陀的教法 所以进一步 让他去思维 体验无常 缘起世上帝 让他的心就能够更松弹 那他就 甚至有可能在临终前 入流正法 正果这样 所以好了 那我们先讲到这边 所以你看 这是佛陀的教法 所以佛陀的教法 他不是在说 他安慰病人 是这样安慰的 要是这样的意思吗 他不是说 你不死 你这鱼子吃起来 你明天知道就好了 你出院的时候 又好像一百万万 不是这样 他是怎么样呢 是很坦诚的 让这一个病患 让这一个临终者 有没有 他接受 你看他都是实相的 能够慢慢地接受 这个生命的这个实相 当下 目前的这样的一个 生命的状态 跟可能发生的状态 然后在可能发生的状态当中 我们可以变成怎么样呢 才有办法 真正用最好的心情 最正确的心态去面对 所以不是 不是刚才说 比如说 那个 那个 说你放心 那些观传菩萨 一定来给你保密 阿弥陀佛一定给你带去 不要讲这些 我们说在原始菩萨上面 其实 这倒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那除非说他自己 他对阿弥陀佛 或者对那些信仰 他很坚固 有没有 那但是 很坚固的时候 你也只要怎么样 你要让他说 你只要一心这样就好了 你也不用去跟他想 一定来 那你不能说 有的人怎么不来 怎么还没来 那他到最后 甚至会产生倒悔的心 他会欢喜 要跟他整个怀疑 然后他的心情会变得很不好 那样反而不好 所以如果他们 比如说有 知道这个意思吗 我说你如果 这样到管理的时候 怎么样去关怀一个病者 在临终前 你就可以随心所欲的运用 你要知道这个原理 比如说 那你跟他讲 他喜欢阿弥陀佛 对不对 你不用讲说 他一定会来接你 不会来接你 会不会往生极的事 你都不用去讲这些 那你现在就怎么样呢 跟他有没有 很亲近的 很安静的念这些佛号 那你慢慢请 从佛法 这样你知道这个意思吗 从佛法你就知道说 所以那个阿弥陀佛 其实是什么呢 阿弥陀佛 他就叫做无量寿光 所以叫阿弥陀金 有无量寿 另外有不叫无量寿金 阿弥陀佛 其实就是我们的 内在的 清净心的星光 那个就是 每一个众生的法身 那只是因为 后来的那个宗教师 他们不强调这点 因为一般要接受到 这点不容易 所以就直接怎么样 你念不透就好 念到一心不乱 他主要是这个样子 但是其实呢 认真来讲 意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就像我们在意念 如来应供等正觉一样 是意念那个佛的心地品质 阿弥陀佛的心地品质 有没有 那你意念阿弥陀佛的 心地品质干什么 那就是你的心地品质 所以就是让你的心地品质 安住在像阿弥陀佛的 这种心地品质 清静广大 无边无量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其实这是 真正的念佛法门的心法 但是如果没有这种法医 他就怎么样 他一对念佛 想说等阿弥陀佛来揣 有没有 那他如果这样信 也没有关系 但是就是要让他在临终 就是这样 一直念到一心不乱 没有那种倒毁的心的机会 让他生起 那这样他也可以转身散驱 是这样 这就是那个在临终的时候 等于说 作为一个看护病患的人 我们基本上 面对那个病患的时候 要做的这些工作 是这样 好 那再来 那所以那你就知道 我们自己 现在就刚刚是讲 当看护者 那我们自己当病患 有没有 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吗 所以 随时让自己 随时可以走人 这是很重要 所以佛陀他怎么说 平常修行人都要做死随念 他常不时就变成 知道说死亡随时在逼迫 所以他会怎么样 这就做无常 所以他平常就不会对于 人间事里头 尽量就不会有太多的 那个计较跟留恋 他随时准备走人的 随时都是怎么样 正知正念以待死 是这样 但是他这个正知正念 所以他 你看他所以 他能够很积极的回应事件 一该做的就做 该承担的就承担 承担完他就放下 不会在那 尽量不在那边纠缠 所以活着的时候 比如说他就要做 平常要做六种 六种冥想 六名分想 什么六名分想呢 就是常常意念死亡 这是死随念 那前面就是 就像刚讲的 随时意念这种 无常生命的这种人间事 让自己怎么样 比较不会去抓取 那再怎么样呢 如果说这个 意念无常感觉不太错 他怎么样 意念世间不可乐想 你会说 不会啊 洗肝很热啊 怎么也不热 那但是你 这是对比的啊 比方你看我们 身体 吃饱了 不错啊 但吃饱了 如果消化不好 就不热啦 你如果那些 那现在像这样的冷气 蛮舒服的 如果冷气弄得不好 就不热啦 什么意思呢 就是 常常让自己的心去看到说 我们对这一个世界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怎么讲 一个无常 而且它真的不是那么 那叫什么 不是说十专十业的啦 其实它是充满着 很多的苦难的一种 一种人间事嘛 所以意念这个世间的 这种不可乐想 让我们干什么呢 不是消极哦 它这是集中集结 什么 所以不去执取 所以我们自己会更不执取 然后怎么样 能给我们就尽量去给 是这样 所以意念世间的这种 不可乐想 无常想 世间的不可乐想 然后怎么样呢 苦想 有很多痛苦烦恼的逼迫 苦想 生老病死 愿正会爱悲离 所求不得的这些苦 所以怎么样呢 随时都能够 要放下的时候 可以放得很快 那而且这里会增加什么呢 就平常呢 不会那么 咪咪咪咪 然后碰到事情呢 不会那么斤斤计较的意思 那也不会想要强力的 硬要干什么 那就 你看你平常就能够活出一个 比较松坦的心 意念 这种苦想 刚讲的 死想 无常想 不可乐想 苦想 然后 还有一个就是 死想 死就是 我们吃东西 因为我们吃东西 好不 很辛苦啊 你看你如果没有吃这些东西 没有办法维生啊 然后呢 我们常常在六根出境的时候 常常就会想去抓 想要去吃啊 爱看 爱看 爱听 爱听 那都是类似吃的意思哦 那你看他这些都会带来 生命的消磨跟苦难 所以 意念 思想 本身的这种辛苦 那所以呢 你看 那常常 就 这样呢 就能够让我们在 活着的时候 有一个比较 松坦的 那种 那种心灵 可以在世间 比较自在的 这样的一个行走 这样清楚吗 那你看 那在 以这样的基础 加上我们刚提到的 有没有 所以 因为看到 世间的这种 无常生命 那所以你会 让自己的心呢 不容易 就是比较 不会那么像 在一般人 对于 这个世间 有太多的 那个不恰当 那个直取 因缘女 不恰当的直取 而流转 因缘女流转 而不断的受苦 所以 你就容易正念 你看你常常 意念死亡的临在 意念无常 意念苦 意念不可乐想 意念这种死 本身的这种辛苦 而且你会发现 怎么呢 我们活着都要吃 然后吃呢 就是等于 吃其他众生 那本身就是一个 一个相识的 这个世间 那所以呢 能够 就会慢慢产生 对这个 对这个世间的 那种黏着呢 比较一种疏离 就是比较放得下来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在这样的基础上面 心 你看你心就容易收射回来 所以我们就懂得 会进一步变怎么样呢 会自觉性的去善用 这股身心的能量 所以呢 头头就是说这样 你知道之后 你才知道说 这样这个生命很珍贵 有没有 我们是靠很多的因缘 才能够维持这个生命 众缘汇聚 而且是众生 其实常常是众生的生命 众子是我们吃树 对不对 那你看树也有生命 那是要吃树 那有时候农药 各方还是要杀细菌 有没有 那不管怎么样 有时候我们空气吸进 还是里头 还是会杀生 其实是这样 所以等于说 这是一个众生相识的 这样的一个事件 所以怎么样呢 就容易少欲知足 较不赢那些 有没有 不会 那硬要去浪费这个地球 众生的这个生命的资源 然后呢 这是比较消极的一面 对不对 但是其实他就现代来讲 就变得很积极 所以你就不会去破坏大自然 不会去破坏众生的 这种生存环境 然后呢 进一步你就发现说 我们这个生命 是这整个大自然 整个法界在供养的 这个很重要 我有一个同事 他有一个朋友 他本来他活着的时候呢 他以为说他可以活得很老 所以什么保险都去加 然后他想到退休的时候 要去哪边怎么样 结果事实上 他还在工作的时候 就费钱来 那费钱来 那也很奇怪 后来那个 那个临终的那一天晚上 他太太也没去 后来是那护士讲 他就自己从十二楼的医院下来 然后呢 到那个地上 有没有 去亲吻大地 然后上去就走了 你看那是他三月现前 你看他是带着 你看他感恩这个大地 让他有这个生命 有没有 他真的是感恩 带着感恩的心走的 就后来我那个朋友 因为他的同事 他说那个朋友来看他 他就跟他说 他现在也还好 很好这样 就梦中来找他这样 他是这样 你看 所以我要提醒什么 你如果 我们的心里头 你看看清楚这个实相 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这是法界在供养 这就是一个大法身 法界的这个法身 地水火风空尸 没这个东西 我们没这个生命 所以你看当我们 我们说直接要去突破 这个自我的 这种狭隘的自我 你直接这样想 他很容易就打开 你看你的心就会变得很广大 很看的 你的心就变得很看的 对啊 没有太阳 你看太阳 他日日在燃烧自己 我们太阳 我们现在那个地球科学知道了 太阳每一秒钟 燃烧 每一天还是每一秒钟 可能是每一天 燃烧四百万公顿的自己 他要把自己烧掉 释放出能量 才有办法把能量 照到地球来 四百万公顿 每天 那你看如果没有太阳 这样燃烧自己 地球生物都灭绝 那你看如果没有太阳这样 他没有办法从海洋蒸发水气 那没有雨就没有水 所以你看太阳 他是一直在把海水净化 我们才有净水可以喝 那就是我们真正的 净品观音室太阳老先生 都在给我们清净水喝的 就是太阳 他一直在净化海水 西伯利亚 阿拉伯他们要处理 就要很大的工程 对不对 但是太阳每天在照 他就在做这件事情 那你看没有阳光 没有水 就什么都没了 那你看再加上这个空气 地水火风空 你看 是整个法界在滋润 在孕育我们这个生命 所以呢 透过无常去释放自己 这个原本这个小小的自我 透过这个法界观 把我们的心灵整个这样扩开 你就发现生命真的值得感恩 所以刚刚在那边 刚刚讲的那些无常思想 那都不是消极的 它是让我们对于这个实相 因为生命本来就是无常 没有那么多的 不恰当的那个直取 然后呢 你没有了这个直取 你的心量才会扩开 所以在藉由这个法界观 你看水水波浩的 广大我们的这种心量 那你看那我们 纵使我们生病了 你看就不容易起那种 忧悲苦恼的愿由 然后知道说自觉性的 在病中的时候 护持自己的信念 然后就像佛陀讲的 临终的时候 善心相续 后世续善 这怎么回事呢 就是有一个修行人 在家的修行人 然后他 因为他是一个政治人物 所以他出门的时候 都奇相 然后那个水宠很多 他就说 然后在路 现在有去印度 也还是这样嘛 对不对 那那个 人道 车道 跟狗道 跟牛道 就合在一起的 都来 都已经乱 那时候也是这样 所以常常就可能怎么样 他就跟佛陀讲说 我在家里 那那个 发狂的像 帮我踩死的时候 那我怎么办 我能不能那个 就是说 我会不会转身散驱 转到散道 这样 佛陀就跟他讲 就好像一棵树 他会随着他那个方向 你如果他寄回 他偏那个方向 他就这样落落 他就这样倒下来 那他说 你也这样 因为你平常 就常常 就是他常常有这种 供养 然后等说 他的心意识里头 常常与佛法 生界相应 所以你临终的 因为你平常 就是说 边上学习 你就有这种特殊的 等说亲近的这种夜行了 所以说 那你临终 纵死是意外死亡 就像像我 人家寄回来的时候 他的教育 本来出黑方向就出落 所以你临终的时候 也容易散心相虚 所以后视续散 这就是没有 知道这个意思吗 你敢听吗 所以说 我们平常 是心念的状态 这就是我们 在转世的五种类型当中的 那种业力 加上念力 你平常 你看你平常都在这种 亲近的这种念想上面 行为 持戒不失 然后有这种正念 意念佛法生 对不对 那你平常就这样 在过人生 那纵使意外死亡的时候 你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就是佛陀讲的 就这个意思 所以变成是 你临终的时候 纵使没有很强大的 这个正念 那会变成你的业力 有没有 你最后的业相 去引导的意思 所以变成是 你这还是会有你的善业 作为你临终的业相 而去转世 所以这叫做 临终的时候 善心向虚 后世续善 但是我们要讲的就是说 这是基础 所以平常要有这样去培育 然后再加上临终的时候 能够自觉性的 涵养自己的信念 那这样 对自己的生命 此事 后世 那就 问题就不大 但是我们当然希望说 如果就原始佛法来讲 就是希望说 大家这辈子至少就能够怎么样 断除身见 有没有 借取怀疑 然后借请有成就 正德出国去都还 是这样 好 那大概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谢谢大家 那有没有那个问题要分享 就自杀 在佛法上面 我们平常就可以知道 他如果是在一个非常 很不好的那种信念的时候 那他要 他要 他说 转出去在中阴境界 会有比较好的心情 困难度很高 困难度很高 好 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重点了 对 那又不一定 但是佛陀 他在经文里头有记录了 他是这样 他说 除非你已经证得阿罗汉了 那你如果不是一个阿罗汉的时候 自杀 因为你又会再转世 所以这样佛陀是不赞成的 但是你看 你刚刚讲 那又是另外的类型 因为比如说 有的人是在一个不善心当中自杀 那有的人比如说 他是在一个 对于说 比如说他的病苦 然后他对生命已经到达那种 觉得说 不再留恋了 然后他觉得对于 那个后辈 他这样增加他们的那种辛苦 他是带着一种感恩 然后持心去 去那个结束掉他自己的生命 这在经文上面 没有没有这种 没有怎么说 但是 应该不会不好 就是我们说 如果就这种那个 那个生命的转动的 这样的一个原理来看的时候 撇开宗教迷信去看 他是在一种善心的 这种状况的话 那问题也没有那么糟糕 但是问题就是说 一般自杀的人 他的那个是在一个 撑心的状况 那就不好 因为就带着撑心去转了 是这样 但是 我刚讲了 就是除非已经 就我们说就 波多的这种教法上 除非你就是已经完全 心已经没有任何住着了 就正阿罗汉了 有没有 然后在那种无助心当中 去绝续自己的生命 那问题不大 但是其实是这样 因为阿罗汉他为什么要自杀呢 他就是 可能就是觉得说 他的那整个活着 他的那个意义不大了 所以他才会做那样的一种选择 那我们一般人 比如说如果说 他有那样的心的话 那不如怎么样呢 建议说 那所以你就继续保持这样的一个 对于生命没有抓取 对 然后 就是正知正念以待时 比较好 不一定要去那个 用自己的生 用自己的方式去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样 做临终最后的学习 那你这样呢 生命他会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学习是很好的 临终的时候 你能够保持正念 有没有 然后到最后一分一刻一刹那 这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时刻 就像苏格拉底这样有没有 不要放弃最后的这种学习 这样 好 那还有没有 好 那没有的我们就谢谢大家 谢谢